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朋友出去之後 那回來就跟我講 我決定現在就要開始泡澡 宿舍隊的熱水 12度的熱水 要潮汁 對 他在那邊泡 我一直在加冰塊 我有運動到他沒有 邊泡 邊抽雪這樣子 好 怎麼說可以啊 我一個朋友Dating的對象 聊聊 我說她很漂亮 她說對啊 她比妳正 我都把妳結婚生小孩了 我老公一講過類似的話 我都有一個大學同學 她就是離婚之後行情還非常好 我老公就說還好吧 我跟她來一下可以 我會想跟她整個東西 整個東西再多了 不行 我跟她說來一下可以 精神出軌了 真的不行 歡迎收看小楊欣 小楊欣 小楊欣 貝吉竟然叫老婆怕怕 老婆怕什麼 不是 因為你知道很多人夫 都會聚集在一起 但他們聚集在一起 到底在聊什麼 我們是無法控制的 老婆都會有心虛的一面 你們才心虛 你們各拍得起 我告訴你們 你們不用走夜路都會遇到鬼 因為你本身就是鬼 這從小 太誇張了 從小女孩已經變成人妻了 太犀利… 就燦燦妳那邊 對 一定是的 好不好 人呼… 加入我這一枚猛將 你們今天不會太倒楣 對啊 沒有啦 你就是倒楣鬼 我後來才知道那個… 小楊是娶了皓如 不是 不是 不是啦 誰啦 誰要這樣給她 就這麼想 JR是娶皓朱莉姐 憲哥 那妳這樣講 是我娶朱莉姐嗎 恭喜… 恭喜… 這是我的榮幸 今天這邊是人夫代表 只是剛好最後一對有睡在一起 隨機 隨機的 就是 咱們就給她開聊 好不好 直接開聊 來…你們是臭男生聊什麼 怒氣指數最低的 盲目相信民間偏方 最容易的就是兄弟聚會一回來 本來跟家裡老婆講好的事情 都破功 我就拿戒菸這件事情來講 我老公只要 不要跟那個兄弟聚會 就可以戒個半年 一年 只要讓他一出去放風回來 這整個就海撩撩 尤其是跟玉琳哥他們 他都戒 連我在喔 玉琳哥那個 出去 我就說玉琳哥他戒菸了 然後我老公Michael也會說 玉琳哥不好意思 我戒菸半年了 半年沒抽了 玉琳哥就開始在那邊塞狼 很多兄弟也都會啊 對… 為什麼 你有許願嗎 他只是長得有點像人家 許願 對 戒菸在你 許什麼願 許願嗎 還是怎麼樣 老婆管太炎 玉琳哥那種荒謬的人 又會在那邊講說 我跟你講 你去看 那種荒謬的人 世界上活得最長壽的人 都是老煙槍啊 沒有啊 鬼側 你看 那抽菸的 我跟你講要短命就短命 管你抽不抽 走了… 我老公就被帶出去了 千王魂就牽走了 就牽走了 然後就出去抽菸 如果是他跟他的兄弟 自己出去的話 兄弟都不叫兄弟 兄弟都是爛朋友 對 狐群狗黨 他回來就會又改了一套 他就會說 我真的不抽菸了 不抽菸 但是我訂了電子菸 但是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 電子菸也是會上癮的 對 而且他說你看 我以後就是小朋友在旁邊 我都可以直接抽菸 因為沒有菸 你們沒有 對 所以他們還要偷偷從國外 找人家 帶出去 帶出去 那我跟你講 再出去一次 回來也跟我說 不行…電子菸真的不行 電子菸不好 我抽了心臟會痛 有不好 那個真的太濃了 而且國家又不準 對不對 打梅… 不抽了… 我說很好喔 今天跟誰出去以後 可以繼續約喔 麥可 他說 我跟妳講 我訂了一盒古巴桿 我跟你講 雪茄跟菸不一樣 他說我兄弟說 雪茄跟菸… 不是一抽完 然後一定要抽完一根 我們可以慢慢 我一天就這樣吸一口 他那一根這麼大根 那個舒爽 那個可以抵食之菸的 就是這些好兄弟 黑白潘幾乱堪就對了 對 然後他說沒有換衣服 亂講 但是我最氣 搞得我們現在雪茄漲價好了 你自己… 你自己撈成這樣子 就是你 這個到底好還是壞 你就講到 我們這一組的重砲手 他的專長了 當然啦 就是不行啦 預防老人痴呆 我寧可你就痴呆一點 你抽雪茄 抽太堅脆 你看你臉上都沒有膠原蛋白 就是那個雪茄裡 我沒有膠原蛋白 來 乾掉… 我的肌肉裡面水分很少 好不好 想要消水腫 是不是淹燒乾了吧 No…消水腫 需要的話來找我 好不好 是… 好 這是他個人的部分 又歪領… 個人的部分 你不要理他 我老公就是 也是常常跟朋友出去之後 回來就跟我講 因為他們那裡就是年紀稍長 就是比較沒有講到什麼學家的 稍長 然後他回來就跟我說 我跟你說 我決定現在就要開始泡澡 泡澡 然後我要冷水 譬如說42度 冰水 熱水啦 熱水…42度 你家冷水42度 42度 沒有…42度的熱水 然後我要12度的冰水 冰水 要交替嘛 對 要交替 充冷水那種 是 對嘛 你就去泡就好啦 是不是 為什麼要在家裡泡咧 因為你要傳兩個浴缸 對 第二個 兩個浴缸也就算了 你要知道12度的水要怎麼樣 他邊在那邊給我泡冰水的時候 我一直在加冰塊 要加冰塊 然後我還放了一個那溫度塊 他說有12度嗎 你確定 你知道要泡一個水 我滿身大汗 對啊 他是我有運動到他沒有 所以為了這個只是什麼 健康還是他會變帥 對 他就說健康 桑拿啦 他是說 對 然後我就後來就說拜託你 就去我們家旁邊的 就是我們的俱樂部裡面就是 請你在那邊泡就好 對… 不要回來 你要弄兩缸水 第一個浪費 第二個我還要跑7 因為冰塊根本來不及啊 會不會是因為情趣 誰 是暗示對不對 暗示兩位 這個就是我生氣的地方 是 就說還沒有 你沒有約我啊 你約那麼久 其實邊泡邊抽雪茄是 你看 這不是人約 要跟他出去了嗎 要跟他出去 也許凡哥很愛漂亮 因為有一個說法是說 你那個毛孔全部睜開之後 再立個泡冰水會緊實 然後會整個 跟你講 對 到某一個年紀之後 毛孔全部打開 不是 你再也不早回來 我告訴你 這才我回不來了 而且我覺得Julie姐 他是歡喜坐甘願獸 因為有一次 就是小弟我剛好搭他的便車嘛 是 我是住在通話夜市附近 對 那天下著毛毛細雨 到了夜市我說那個Julie姐 你要去哪裡 他說不是 他在路上他有問凡哥說 要吃什麼 凡哥還點餐 把他當Uber你這樣 然後他提供說 通話夜市裡面有什麼這樣 我下車了嘛 我回家了嘛 他淋著雨下車去幫凡哥買宵夜 好感人 你寵壞他 信淵秧不限仙 哪有 你寵壞他 那時候不是 小陽哥只是氣說 為什麼我沒有問他說 你要不要吃 沒有… 他送你回家對不對 同車同車 你看這個真的是 但人家老婆 他老婆是職業婦女 要早酒玩的 對… 對… 早上喝酒 晚上跳舞 沒有 好忙喔 快樂喔 你老婆那麼快樂 沒那麼爽啦 我跟他講到說什麼 從今以後要幹嘛 像後來他就曾經回來跟我講說 他從今以後 他只要頭痛 他是怎麼了 我想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平常有在冥想 然後有一次 他就在那個聚會的時候 就遇到他朋友 他們就突然聊到冥想這件事情 他說你的神經會不會痛 跟你的精神力有很大的問題 你只要冥想 然後說服自己這件事情 不會痛… 然後我說怎麼那麼特別 而且你是學醫的耶 然後他要回來這樣跟你亂講 對 然後後來有一次我們家小朋友 就不來 不小心敲到 然後他就哭 然後就是有腫 然後又有點過敏 我說這個要擦藥吧 然後他就說 不要 我跟你講 兒子 我跟你講你可以 你現在開始跟著我深呼吸 然後什麼都不要想 你就不會痛 我家爸爸才十個月大 他怎麼可能聽得懂 對 我爸也是這樣 真的假的 男生怎麼那麼奇怪啊 我們起尋麻疹 他說寶貝 你就想不會癢 不會癢 這樣不會癢 你不要控制他 人生都是尋麻疹 然後不給你看 你衝過去就過了 沒錯 就跟愛情 衝過去 衝過去就生 前天才有那個美國CIA 什麼心理影響生理嗎 美國CIA解密1977年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有把這個東西 當成他們的工作手冊 就是當他們只要疼痛的時候 就要在心裡默念 55515 然後想著那個疼痛的部分 55515什麼意思 5515 這應該算是一種 讓你精神會專注 它不是5555 5515 5515 5515 這密碼就55699那個密碼 是一樣的啦 什麼是55699 誰的密碼 在香港上班 香港的保姆 要照顧孩子嘛 然後孩子一直哭… 如果一直哭的話 你就跟他說55699 他就不哭了 對… 不是55688 55699 55699 今天最好笑 沒有這個55699 怎麼那個55515 55515 為什麼 他沒有解釋這為什麼原因 但我相信應該是專注在 某方面 就是如果你唸5555 你就會 你就可以555一直唸下去 但你中間要插一個1 所以你就 你的精神必須專注在555 1 你要唸到那個1 他當你一專注 你的精神力一轉的時候 你那個地方就不會痛 神經就不痛 對 真的不會痛 沒有 他說是C CIA耶 他們這個道理是不是就跟有人說 看到蟑螂都不要打 就是跟他講道理 我也… 他是不是跟蟑螂講話 他是不是跟我們講到蟑螂 我就會說你乖喔 而且他會播 他會播蟑螂 因為我們家貓咪有資料 有時候會小蟑螂會來 他會說 你不要這樣 你先離開好不好 我等一下要殺死你喔 你不要我老婆要殺死你 你很沉得住氣 念力 你摸他 蟑螂就真的跑走了 會跑走… 他本來就會跑走啊 對 他怕你怕得要命 我所說的是小病 這個是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比如頭痛有沒有 頭痛是一種SIGN SIGN 是一個徵兆 是一個徵兆 你才知道你頭痛 你要去思考 是哪裡引發他頭痛 原因通常都是一個 讓你們頭痛 讓你們頭很痛 好不好 下一條…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怒氣指數 稍微高一點 五顆星 什麼都能比 老婆孩子比不完 最討厭就比來比去啦 你們男生也是會啊 每次一聚會回來 本來跟老公講好說 我們這個寒假 要帶小朋友去法國 跟兄弟出去喝個酒回來 跟我說 我兄弟說 你幹嘛 我們幹嘛花那麼多錢去法國 越南就可以了 你看 越南住的地方那麼漂亮 跟去被法國統治過的地方 是不一樣的 他說幹嘛 我兄弟都說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光機票就多少錢 小孩子要坐這麼久的飛機 為什麼不飛越南呢 越南也很有法國風情 也有什麼越式咖啡 也有什麼都可以 但是我們講好了嘛 對不對 如果你說好 下一次你剛剛講說 好 我們這次不要跑太遠了 我們就去東南亞好了 OK 我們可能去巴黎島住個Villa 好吃的 或是去泰國玩 回來就可以了 去聚個會回來 我老公會說 去泰國幹嘛 吃吃喝喝 妳為什麼不去台南就好了呢 四天三夜 反正他就是整個 會被他兄弟改掉 後來我就覺得這很納悶 像我也有問小梁哥 小梁哥也就是這種人 他就說他最遠就是只去港澳 再遠都不想去 他連去花蓮回來都要念半天 他再次去加拿大回來 從去之前就開始念 念到現在還一直念 南港跟澳地 沒有 澳門跟澳門還最遠 宜蘭都還沒到 我們去香港跟澳門 也有那個英國跟葡萄牙的風情 不是啦 他們就是…不解風情 你們才是不解風情 然後很懶 或者是他們只是自己想放假 沒有想跟老婆孩子 所以幾個人夫聚在一起之後 就在研究偷懶的方法 我跟妳講 妳去巴黎島最能偷懶的 妳就坐在那邊 小孩丟在那邊 妳就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真的想陪小孩 講得妳們三個牙口無言 是不是 小梁哥 給我啦 可以讓她反駁 妳看那個去那個 我老婆的臉書 去那種上山下海 比如說去游泳池幹嘛的 都是我在游啊 我們從來也沒有說 那個老婆小孩放在那邊 我們就坐在那邊 那個什麼抽雪茄 不可能的事情 都是我在弄 我跟你講 我老婆每次都是一到了 那個機場一出來才說 今天一天要做什麼啊 合理… 不是 那妳應該前面就規劃好啊 所以妳要安排又要出錢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妳的工作是自由業 老婆招酒玩物 對 對 憲哥 你不是我們這一排的嗎 對… 對 沒錯… 男人多一點擔當 對… 孩子不是全部都是歸屬母親要去管理 對 而且跟你長得那麼像 你也賴不掉 是… 怎樣 這樣了吧 難過 不只像喔 他兒子長得跟我 真的假的 活在遺傳啦 怎麼可能啊 我知道 就是洗精英沒有洗成功是不是 洗超成功 不可能 沒有人衰那麼久的啦 沒有啦 來…Julie姐 我呢 是因為我老公 只要出去朋友家裡面吃個飯 或聊個天 完了回來他就跟我說什麼 他說我跟你說 那個誰…家他老婆煮的 那個牛肉好好吃喔 他說你為什麼就是 為什麼你牛肉 就是不能煮得像那樣子呢 身為一個男人 嫌老婆的菜 那就不要命了 對 下次直接就買一罐皮霜 就嚇壞 皮霜要怎麼可能 你要吃人家的菜一輩子的 我跟你說 我算了 我還是去看了YouTube 然後去看 去學 對 我就學說 因為他要都有什麼紅燒牛肉 麵的紅燒牛肉 OK OK 那有很多不同的煮法 然後他就吃到一種 我不知道是哪一種 然後他就說那個特別味道 有多什麼入口即化這樣子 裡面不曉得放什麼東西 他們都講不清楚 然後是說多好吃 對 我大概煮了三次 然後結果你味道都不一樣 我覺得他應該只是就是說 就是他還是想吃 而且他這麼愛妳 對不對 他不太可能是因為 你做得不好吃吧 他就是說人家做得不好 還是是因為你自己先預設律場 你沒有對自己的食物有信心 你不要替他講話 不是的話 你們真的覺得很好吃 你們也去學啊 或者是你就去人家家吃就好了 對啊 你不會自己想辦法煮啊 他這麼愛開玩笑 他會不會自己想做效果 就是不容易耶 還跟我講說什麼牛肉太大 快還拿剪刀下去撿我那個牛肉 以為烤風餐喔 還要不要走這樣 白餐 反正這一點我站在女生角度 真的 不要比老婆不好不好 有煮你就要感恩 沒錯 對 到時候我們兩手一攤什麼都不錯 真的 比菜 那算了 如果比外貌 死路 唯一死眾 怎麼可能會這樣 怎麼可能會說出來 沒有 講說人家是誰老婆 那皮膚那麼好 心裡頭頭想就好了 我也是不小心有聊到這個 我們在交往的時候 他就喜歡某一個女性 那女生很漂亮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代言一個 那個精華液 然後有一次他就在那個Sever 有一個看板這樣 然後他就經過那Sever 買咖啡的時候他就說 我的XXX這樣 然後我有說 就是這個人的名字這樣 對 就譬如小美 他說我的小美 我說誰的 誰的 你的誰 我才是你的 對 你沒有別人就只有我 因為小豪本身是導演 然後因為這樣 他有時候有一次就是 他要拍那個廣告的時候 原本要找那個女性 然後我一直在旁邊看 我說妳找啊 妳找沒關係 我覺得他很適合妳找 妳找我覺得 妳就找他來試鏡這樣子 我不敢… 我不敢… 我後來說這個先不要 誰… 妳找找看啊 他還曾經有過 就是我一個朋友約會的對象 然後反而我們有一天就聊一聊 我說他很漂亮 他說對啊 為什麼你結婚生小孩啊 我老公也講過類似的話 我有一個大學同學 他就是離婚之後行情還非常好 一個女生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在討論 然後我老公就說 還好吧 他的臉 就是我跟他來一下可以 可是不會再 不會想跟他爭… 這多… 這多… 來一下可以 金城出軌了啦 這真的不行 開玩笑而已 那如果你們有在家開玩笑 你們的老婆開這種玩笑 你們可以接受嗎 OK嗎 OK…我都OK 最好是你的老婆看到一個男的 然後講說那個來一下我OK 而且是你兄弟 沒錯 他每次都那個 每次看電視的時候 他說爸爸唱歌了 然後我心裡想說 結果他就對著小孩說 爸爸唱歌 我想說哪有 一看Justine Bieber 他每次都用這種方式 然後或是誰 不好意思 那個Justine Bieber才是你爸 可是Sandy我先講到重點 如果老婆講別的話 相對過了毛相也真的受不了 對啊 我是很會做家事的男生 所以我做滿家事 他應該就沒得抱怨 沒得扁了吧對不對 然後或是 譬如說他要買什麼 我都會接送他幫他去買 他應該就沒有什麼好比的 對 可是殊不知他有一個 因為他以前是車模嘛 他有一兩個老粉絲 真的已經像朋友一樣了 是 所以如果我在工作忙的時候 不能接送他 他會請老粉絲來接送他 然後老粉絲 基本上女兒也都長大了 然後就像他的好朋友 像爸爸一樣那種概念 然後就會載他這樣 他就會說 對啊 但他都可以來接我 你怎麼都不行 就不行啦 或是有時候突然請我買個什麼 我再忙沒辦法買 但那個 他的那個很好的老粉絲 就直接 那就幫他買了嘛 好 當然我沒想那麼多 可是他就會說 他都可以 為什麼你買一下都不行 玩喔… 我也會覺得這個 王當 你剛剛那種講是 把自己逼到死路你知道嗎 對 我後來發現了我就不敢了 而且我 因為當時我雖然是導演 可是因為我完全忽略 他是女藝人這件事 我完全忘記他會遇到這些人 但是我其實並沒有 真的很想要把他們 我只是把他們當作 他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型 真的嗎 所以那他如果想要跟你 就是說交往一下 不可能… 對… 如果跟他交往他也不會娶他 這種東西要黃為杜賤 對不對 要小心 只欣賞… 欣賞他的優點這樣子 對… 我跟你講 女生是非常非常在意這個事情 你知道我老公有一次出去吃飯 然後吃完飯回來之後 他就跟我說 我跟你講今天那個誰誰 他帶他老婆來 我跟你講他老婆好像大你兩歲 我最近想說大我兩歲那沒事 對… 他說可是我跟你講 他的皮膚狀況超級好 他好美喔 他說他整個臉那個是光滑到 他完全沒有毛細孔 誇張吧 他看這麼清楚 他靠這麼近看 但那燈好就是光好 說完這句話之後 我跟你講 吃披鬆吧 怎麼可以這樣子 有誰可以比我美 對 是… 在他的心目中 一定是要我最美的啊對不對 沒有那個心也要有那個嘴 對 你要說一下 然後那一拖我沒跟到 對不對 我跟你說 今天我就想辦法 我說我一定要讓我自己 變得很美 對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你給我約一拖宵夜 然後把那些人都叫出來 對 都叫出來 我就來看 然後他就說 好… 快使用雙結棍 我們那時候真的就去吃了麻辣鍋 然後我就擦完了之後 我只有畫了眉毛 就出門素顏 素顏去迎戰 你也太猛了吧 我整個人是仙女自帶光芒進去 回來這樣 我只這樣走一圈 她每一個老公都說 妳老婆保養得真好 妳用什麼保養 妳身有擦保養品去了 當然有 只畫眉毛 不要跟我們講 沒有 我就是擦了一個叫做 雙筋錘的東西 不是雙結棍 不是 對 我跟你說 超有面子的 快使用雙筋錘 快使用雙筋錘 先把他們打灰門 好 來…看一下要介紹這個 八一雙筋錘 厲害了 Julie姐跟我們介紹一下 什麼叫雙筋錘而不是雙結棍 就是八一雙筋錘 我這邊帶來的 我跟你說 我現在已經卸了妝了 所以我現在要擠出來給大家看 雙筋錘它就是雙管 對 然後雙管你只要擠一滴就好了 它下面要荷包蛋 它就是一個黃黃的跟中間板 它是黃色跟板的 對 它是油包水 裡面會有 對 它是油包水 油會流下來 而且它是一個黃金比例 1比3 水跟油的比例要對 對 然後我只要在手上 大概稍微下來三秒鐘 在晚上卸完妝 洗完臉之後 然後化妝嘴之後 就這樣子 溫熱以後 就在臉上 對不起 老公來溫暖妳的臉 就老公不溫暖 沒有…就不溫暖自己暖 帶一些手法稍微的按摩一下 在你比較在意的一些細紋 紋路 斑點的地方稍微的 輪廓啦 主要是其實輪廓線漂亮了 整個人看起來就會年輕 對 而且你知道 這一罐很厲害的地方 是因為它是業界最高的濃度 51%的惡劣酵母 惡劣酵母 現在最近非常的夯大都知道 惡劣酵母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感覺很難相處 對 我是誰 我就是惡劣酵母 惡劣酵母呢 光擦就是可以讓妳的 武俠劇…的感覺 而且它51%啦 我是51%惡劣酵母 敢問五下何人 感覺到五公可高強了 因為它是業界最高的 對 它非常可以穩定妳的肌膚 你看我剛剛擦完之後 對 它吸收了 我以為測試失敗 不好意思 掉下來 不是 因為它不黏膩 吸收進去 對 它吸收了 因為我們平常在擦油的時候 就最擔心的是什麼 它不吸收 然後弄得滿臉都是油 有交往過一個 塗好多 我覺得是半罐 塗好多 然後我都會想要滑航 我們只要一滴就夠了 滑航… 對 因為它以前有一個油風壓腿 是很好吃 我告訴你 現在油 現在油的保養 這也可以想到 油的保養就是功夫了 對 老婆也是功夫菜的一種 這個裡面它含有一個 16%的燕窩的後生緣 燕窩後生緣 還有14%的極地雪藻油 後生緣也是一首歌 後生緣是 那是來生緣… 憲哥那來生緣 劉德華 你幫我算一下算數 就是我說的16%的燕窩 對不對 後生緣 跟14%的 對 極地雪藻油 然後再加上51%的 30% 你不用說這個數學 這邊30還有加51% 我懂了嗎 懂了嗎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神秘數字 它這個神秘數字 就會讓你的肌膚一次保養到位 這些成分可以增加保濕 然後讓你的肌膚 能夠增加80%的彈力 然後淡化你的細紋 Burlian 重點是要有光澤嘛 而且你剛剛都按過 所以那個輪廓現在會流到垃圾 而且我現在是素顏的狀態 而且你要知道這件事 以Julie姐來講 她已經薄紋完全幾乎看不出來 對 還有一個自己私人的用法 偷偷教我們嗎 來… 因為我們平常都喜歡擦粉底液 就是我們出門時候要上妝 上妝最怕的是什麼 就是卡粉或脫妝 因為我們用1比1 粉底液的量跟這個雙筋脆的量 是1比1 量是1比1的一個狀態 這也是1比1 調和 對 好 就這樣子1比1的狀態 我把它調起來 它完全融合之外 它可以讓你的粉底液 整個非常的服貼在你的臉上 服貼 好 它找鏡子… 對 我找鏡子 你看它完全不會說插不上去 它反而讓你的粉底液更加的就是滋潤 對 因為現在粉底液很多就是長效 就長效就是超乾的 對 而且有些霧感的更乾 沒有 所以你要越持久就是要越保濕 沒錯 所以你只要加一滴進去之後 它就是讓你整天 就算在冷氣房裡面 你的粉底液都保持 而且這樣不是等於你擦粉底液也在保養 也在保養 所以你整天都在持續一個保養 而且能夠加到粉底液裡面 關鍵是不油膩 因為太油膩 你到時候妝就會悶在那裡 它用浮粉 你現在看我現在擦的這一塊 根本看不出來有上去 但是很漂亮 完全沒有毛孔耶 好亮喔 是不是 就是凡哥說的靈毛孔 靈毛孔 就是靈毛孔 你根本就是靈毛孔本人吧 所以我覺得 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你只要有一瓶捷若尼絲的 八一酵母雙精粹 我跟你說保養就到位 老婆就帶得出門啦 謝謝 謝謝 好 再來是八公共興趣一大堆 樣樣都花錢 但妳為什麼這麼愛買車 還有我老公 妳們為什麼那麼愛買包 就是三道猴子就是這樣 我們有很多東西要裝 對 對 我們有很多東西要裝 妳的車子這麼多台 妳要裝的就是煩惱 我的自尊心啊 對 我的成就感啊 別人羨慕的眼光 放哪裡 對啊 那無處安放的小手說 我就是要提一個包啊 可是男人這樣也沒錯 因為車子那個科技推成初心 而且是保護你每天 你這樣車子對安全 車子對自己的老公有多重要 多重要 他可以帶著我們離開 又想逃你了是不是 那你買一台救護車 又想逃 走多遠 老公也是每次一去聚會回來 有時候下午 跟她的同事去打個牌回來 晚上來接我下班的車就換了一台 我就 怎麼早上的車跟下午車不一樣 她就說沒有 朋友都小 那個朋友輸了 沒錢 車就給他 換了一台 是迎來的 對 他就說那朋友沒有錢 這個車比較好 所以他就把他的車跟他交換 他朋友直接換一台車給他 然後下一次再聚個會 他又跟我講說他的車子也賣掉了 然後現在等新車 這幾天家裡沒車 我說什麼 為什麼不跟我討論 他說因為那個聚會上面 他的朋友 又介紹了一個二手車行的小開 然後二手車行的那個人 看了一下他的車說 你這個車我可以幫你很高價 價格是跑的這樣 很高價收回來 你開銷是要溝通 結果後來再一個聚會呢 回來他又跟我講說 我的那個朋友他們說 現在電車很厲害 我們去試駕 我們來去試乘看看 他說那種貼備感 完了省錢 但是 去試駕 車子是男人的第一個門面 你拿小鐘哥有沒有 一台H開頭的開了25年 對… 那也活得好好的啊 他現在還是滑滑板車耶 對啊 也活得好好的啊 所以H開頭是滑板車 滑板車 那25年還好 H1ABM 憲哥你應該去他家看一看 他家都還是住在那裡 然後他們家裡面講好聽 是只有極簡風 其實就是家徒是壁 家徒是壁 然後他家裡面就只有一張床 然後還有棉被還有面紙盒 還有啊 反正男生很喜歡講這個有的沒的 像玉琳哥也是很常會說 你車子該換 這該換個顏色了吧 還弄個消光黑啊 他用車子來掩蓋他的自卑感 對 妳講了沒錯 男人如果需要用車子來包裝自己 其實就是因為夠自卑 你們就是三道猴子們 三道猴子 你們還不是買包 買那個 哪有包色的包啊 沒有 真的沒有在買包色 我們都看很久很久 就是不一樣啦 很想買啦 但真的也沒那麼好 蘇莉姐妳買過一顆最貴的多少 也沒有多少啊 120 多少… 沒有啦 沒有 不可能 鱷魚不可能 我真的不是這種人 沒有 鱷魚本人都不要120 真的 對啊 玉兔妳那一個H的那個哪 講得多 我沒有H的啦 Handten Handten有豬包嗎 Handten有豬包嗎 Handten為什麼沒有豬包 好像有耶 Handten一盒包怎麼沒有 有包 妳會嗎…多最貴的 我最貴的 好像2萬多而且 而且我那時候是在 我是在節目上 妳們一個輪框都買不起 剛好有藝人要釋出二手 我就買了一個那個 比較貴的包包這樣 她真的 她真的沒有那些買奢侈品的 你的行為 好幸福耶 對 今年就給老婆婆經理一下 但是她喜歡買家店 我喜歡買家店 她很會煮飯啊 對… 家裡的東西她 買家店是為了這個家耶 沒有啊 沒有 我沒有抱怨… 我覺得很棒 但是我要抱怨她 她很誇張是 只要跟朋友出去聚會 男生不是聊車 就是聊電玩 電動 他們就會講說 手遊 我跟你講說我們等一下就是什麼 我carry你沒有問題 我們就打到哪個階級 然後等級等等 然後她就會買很多裝備 課金啊 對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我就常常會覺得說 那個信譽卡怎麼費用越來越高 我說這個信譽卡 怎麼今天的費用那麼高 她說因為我這個是專門去刷那個Costco 美式賣場啊 你每次買那個牛肉 雞肉 買那個滴雞精都很貴啊 我說最近漲價真的漲得很多耶 但是有一天她真的忍不住了 有一天她就寄了一個盒子 就是寄來我們家 然後她就把它戴出去 是一個VR眼鏡 為了打電動用動 對 然後她就說 我跟你講沒有 因為現在FB開始開創元宇宙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要提早進入這個世界 那個VR眼鏡是不是可以看一些 色色的東西 對 謎片 我看到新聞 對 謎片… 因為那天她就跟我講說 沒有 我們就是 立體的那種 很真嗎… 我覺得那個根本就是一條 你在現在問她這個幹嘛 我等一下推薦給妳 玉兔不是不讓妳看那個謎片 而是妳帶那個VR 然後身體跟著做綠片 配合 你說她帶著跟我 4D體驗… 跟誰做綠片 那個大概1萬多 1萬塊 對 然後她開始會推朋友入坑 然後她只要朋友來 她說妳試試看 我介紹妳一個好看的 然後我就看到 只要男生朋友圍在一群這樣 我需要一點冰水這樣 然後我就心想說 在我們家一群男生一起看那個VR 像話嗎 那個很真耶 那個很讚 因為她那個如果要… 等一下… 那個我剛剛在讚發字 沒有… 我覺得這是一個生理需求嘛 就是平常這樣 你可以找我生理需求 你為什麼一定要看VR 有時候太忙… 但是這個真的是很特別 她那個真實到 裡面的那個女生看著妳 妳會害羞耶 結果妳會看著她妳就會 害羞 就是光…她看妳 她不用做任何事情了 為什麼她眼神在發光 我們一起過去她們這樣照顧 對啊 搬新家我們都沒有吃飯 她一講完 這三個人都想要買 有 讓我看過 沒有想買 想了解一下 對啊 而且小兩個哥哥 直接要都到我們家看著 好厲害 沒有 我們想那個 想說可不可以玩賽車遊戲 是不是很真實 有… 而且她還可以運動 可以打桌球 你真的是真的那個 可是妳沒有在打桌球 但妳有在運動啊 有啦… 對啊… 妳講說她很純名 其實相對我老婆 也是對電動超級純名的 然後我們搬家的時候 永遠都要選說要 樓下有很多小吃 要走下去就可以買到任何東西 比如說像我現在住的地方 樓下就一條老街 吃的什麼都有 比如說我們家樓下有一家小北 就什麼地方都買得到 然後我們就為了這樣找了這個點 終於找到 然後搞了這個房子 然後住在這裡之後對不對 奇怪 樓下都買得到 但每個月那個 叫外送的那個帳單怎麼還是 很多這樣子 然後就問我老婆 妳為什麼還要叫外送啊 她說當然不曬太陽是一個嘛 不太喜歡曬太陽 太熱就不想出門 重點是她都是 因為 我在打團戰的時候 我沒辦法分心買 但我好餓 所以我就叫外送了 就女生投入也是很瘋的 對 然後她投入很誇張 憲哥 她是家裡有iPad 加上那個電競電腦 加起來有七台 她掛七個帳號 好厲害 她掛七個帳號什麼 她是好專業喔 職業者啊 太誇張了 家外掛在練功 然後我們全家的所有行程 這樣不行 小朋友假日比如說 我們要去一起去爬山走一走 好啊 可以啊 對啊 我們所有行程是要照著我老婆 打團戰的時間 所以女生也會很沉迷好不好 對啦 我有邀請她玩 她說她不敢玩 因為她說她怕完了以後 家裡就整個荒廢了 就飯也沒人住 什麼都沒有人住 憲哥剛剛說男生有時候為了逃避 其實相對 你後來發現女生要打電動 有某個程度應該也是為了逃避 對 我是很認真的男人 我什麼都做好她 給彼此空間啦 要了 對啦 也是… 要了…來 最重要 我們來看最生氣的 根本就是爆炸等級了 爆炸 各種投資的小道消息 當然其實 我跟你講 男人在一起沒有什麼 就每個都在幻想賺大錢 對啊 每個都覺得 我這邊弄一下啦 來這邊搞一下 好奇怪 你知道他那個朋友 那種小道消息最可怕 因為你都講得天花亂追 他朋友說我跟你講 這支股票很厲害 對 神秘兮兮在那邊裝 還在那邊寫 明明大家就會在桌上一起吃飯 他那個朋友還故意這樣 拿個餐巾紙上面寫著那個 股票代號然後這樣 推過去 我來講 高聲 明明大家就看到他在推 還吃的 很無聊 還我老公還這樣 對… 他就是把你全部抓進去之後 再一次退掉 對 我跟你講這種最恐怖 因為他… 他告訴你什麼時候上車 他不告訴你什麼時候下車 對啊 就覺得有賺… 然後你一個不… 早上起來整個斷頭 對… 這樣賺了一輩子 然後賠了一下子 很可怕 一次你就帶起來 他們會講說 我跟你講這一家很厲害 他接下來要出一個 新的抗癌的藥物 然後就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然後妹子們在旁邊聽 就真的假的 挖… 就結束了嘛 但是就是有一些笨蛋男生 然後就開始以為自己賺到 對 但是如果是 就真的不會有你的事嘛 對 你知道嗎 我老公… 早不會在那個地方講 對 然後我老公就一直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現在那個疫情什麼的 還有細菌太多了 對 就是要投資這種生醫 生醫 好 我跟你講 生技公司這種 不管是做口罩的 研發 你看現在藥局開多少家 我跟你講這種投資 我拿100萬下去 然後我就只會 對 他就準備要給錢 100萬台幣進去 1000萬越南盾 憲哥你也有生意在越南盾 因為我老公的朋友 也是一直慫恿他說 你現在要到東南亞去 對 現在都已經沒有在 什麼柬埔寨那邊 都在越南了 都在越南 他就說我跟你講還有一些 像我們40歲 還有一些那個什麼 不是 越南洗頭 他就叫你投資 他說現在中南亞 有很多這種青年貸款 你去政府會有很多補助 你等於是五本生意 然後我老公就會回來一直想 他跟那個人 兄弟聚會回來 我跟你講他陣頭最嚴重的時候 就是疫情那時候 因為想錢想瘋了嘛 他自己還辭職 就想要去當老闆 去投資 然後他每天會做什麼 他會坐在我們家陽台的 那個沙發旁邊 然後這樣看窗外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在幹嘛 他就說 他說我在想怎麼賺錢 你想… 他會不會是被你逼到陽台去的 被這些兄弟一直洗腦 一直想把錢丟出去 他全家能使用的地方 就只有陽台而已 連正職都辭掉了你知道嗎 這樣真的不行啦 男人到底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我覺得不切實 你要仔細觀察 老公坐在那邊在想我什麼 你要慢慢觀察 有遠的地方看會比較清楚 遠的 看他有沒有慢慢懸浮起來 如果有的話也不錯啊 搞不好可以幫他開瑜伽課 就這樣子 他就這樣子 就賺大錢了 好秀 至少先開一個YouTube吧 來播放 不過我覺得男生真的是很容易 投資這種上面變得很幼稚 對啊 而且他們就覺得真的 別人的錢跟他們都有關係 好奇怪 像我老公是那種耳根特別的軟 他只要出去那個兄弟會 就是大家這樣聊聊 就可以想說 他們有一次就說 我跟你說有一個那個餐廳 超級好吃 只有國外才有 他說 代理 對 然後我就要開它B定 而且我就說你確定嗎 他說對 而且他們說他們要花很多錢 把它裝潢得很漂亮 我一聽就完蛋了 因為你只要花很多錢裝潢 第一個這件事情 就很難回收嘛 那我就跟他講 我說很難回收 他說你女人你不懂 我跟你說 你就是不把它弄得漂漂亮亮的 就不會有人來吃的啦 我說不是 就是東西好吃最重要 對啊 才是重點 對 就東西好吃 是好吃 因為他把那個主廚 給從那個國外請過來了 那個主廚 對 那個主廚就已經 快要一半的那個裝潢錢了 然後請問妳一下這樣 然後他們就幾個人就股東了嘛 對 然後就開始開下去 然後一開 一個人就投了大概1000多萬這樣 一個餐廳 很大耶 那個要賺回來只能就說 有後門… 怎麼黑 我知道 應該是賣一些高單的啦 一次燕窩啦 沒有 它其實就是那個 就是什麼那個 新口岸那種就是澳市 澳國菜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根本一定沒有辦法賺錢的啊 他們就這樣撐了一年 然後大家就默默的就 當那些事情就收一收 然後還把那些新的裝潢什麼 就賣一賣 他大概這樣子 我現在只是講一個對不對 我是說從我嫁他到現在 這種這樣餐廳 就疑義了耶 對啊 我覺得林可男生 有時候你真的不要假的 我老公朋友還慫恿他 現在不要買什麼房屋 你就買地 買地 買地怎麼樣 買地自建啊 我以為他當自根農耶 沒有 買地自建 然後有跟那個建商一起 然後說這樣才賺得多 因為成本很低 你要買地 然後跟建商一起 等於自己當建商的概念 我跟你講後來蓋不起來 那一片整個都荒廢在那邊 汪中平不是有買一個地 他種檸檬樹啦 檸檬樹啦 對 那個是農 對 他那是 它是農地 它這個農地跟可以蓋的 好像不一樣 浩然姐一直說 那檸檬每一顆出來 都是美水檸檬 他很生氣 因為人家種的是香水檸檬 他拿回來都乾的 美水檸檬 美水檸檬 玉土 我覺得男生只要聚在一起 都會想些 譬如說像開餐廳等等之類 我們大概聽起來 就會跟他講說 我覺得這樣不好 但是你知道 最近他就是跟一個朋友 叫小禮好了 他說我今天跟那個小禮 去那個聊天回來 你知道他現在 他買了一間房子 2000多萬在板橋 我說 但是他之前不是還在打工嗎 他說我跟你講 他就是投資 開西飯店 開西飯店是什麼 小禮子 小禮子 憲哥不是 很多小禮 小禮子 小禮子 也是一個人啊對不對 然後 他說他就是投資了虛擬貨幣 我就說虛擬貨幣 又來了什麼比特幣 對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 你不懂 你們女生怎麼懂一些投資 什麼樣 這種最快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來…你手機打開 你打開那個591 你看一下 你喜歡哪間房子 我用現金買 然後我當下他想說 真的假的可以嗎 因為他就講了 他說我做了超多功課 我想說那我要有這個 有露台的什麼… 然後他就開始 他等於就是比特幣的帳戶還沒開 他就先給妳開一個夢想跟駅票 對 然後他就說我跟你講 我們就買這個 他下得很便宜 之後一定會賺 我跟你講 很多人就要投資他 然後什麼要 他們開始要什麼設計 什麼演藝圈 房地產 這個一定會賺 然後我說真的嗎 然後他就開始就花了一筆錢去買 但我跟你講 他天生就是沒有投資的命 所以他那時候我們現在整個是被卡式 然後我們就是已經一兩年 但他那個錢還是賠在那邊 那個虛擬貨幣的明燈 我們男生難道沒有辦法 有一點小小的投資興趣嗎 當然不行啊 你們都貢獎 要嗎 你們就什麼不要說就是賺錢了 不…你聽聽我等一下 我跟你講 我這是量入為初你知道嗎 因為我平常很關心體育賽事 對…很關心體育賽 比如說那種NBA有沒有 哪一隊又簽了誰 哪一隊又怎麼樣了 講得一口好球就對 網路賭博 突然就有一個人說 沒有…有一個人說 你講你那麼厲害的話 你為什麼不去買那個運動彩券 是政府的啦 滿街都有籌籌 合理很大 運動彩券 對… 很合理的 那個周關放火OK啦 對… 你為什麼不去買那個 我跟你講你買那個 你可以那麼多點 你一個禮拜連用錢都有啦 你不是很厲害嗎 對不對… 我就去試試看你知道嗎 就討到我們家附近的那個 投注站 對 然後就去… 那個因為美國跟我們剛好時差 剛好有的12個小時 16個小時嘛 所以它都是晚上大概10點 11點以後才開始開盤 然後那個時候 我因為很著迷 然後我每個 每天晚上都去 風雨無阻你知道嗎 然後我每次一去呢 我就把它牽一牽然後就買 然後說 他會說先生 你要買多少 我說100塊 我說你良賀群耶 你才買100塊 你真的會激到你喔 沒有 我說沒有…沒關係 我就是買100塊 因為我的100塊就是1萬塊 對… 眼睛看到不好 然後在那邊也認識一些有為青年 就是對體育賽事相當熱衷的 一些那個朋友們在那邊 那個晚上去更高興了 鹹酥雞買來 手搖飲買來 在那邊吃每個人 好像很好玩耶 真的 每個人就開始吹了你知道嗎 買飲料鹹酥雞就超過500了 對 除非你不買籠子 每個人都開始吹 我跟你講 明天胡人不會贏 因為老邦見識他就受傷了嘛 對 在那邊每個都很會講這樣子 後面賽季整個掛掉 對… 然後我老婆開始懷疑 每天10點 11點 12點 都出去幹什麼 你是不是去投注站看妹妹 我說沒有… 拜託你來一下 你去看那些長得都像牛鬼子 不是 長得都是一些有為的青年 大家互相告訴一些訊息跟資料 對 想聊… 對…只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我持續搞了一個月 好像也沒賺沒賠 因為真的不是那麼好贏 因為變數太多了你知道嗎 第二天你怎麼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情 賭藥這個精確的話誰還通過 而且我說那些 你不要看那些NBA 爛船也有三金釘 就說那個爛隊一定輸的 第二天他贏了 對 就是會這樣啊 突然一個Bosser Peter 然後就贏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那100塊大概就是玩… 大概玩一個月差不多了 我就覺得OK了 很耐玩耶 一個月一天100 真的也是不多 100可以玩一個月超少 還不如換幾個銅板30塊 30塊去打一次那個 其實憲哥講什麼夾娃娃 什麼 打什麼 寶可夢 不是 對…打寶可夢 沒有 憲哥講對 其實我們在那邊吃宵夜的錢 都超過100塊 對啦 搞時候點龍珠了對不對 對 然後老婆還擔心想說 那邊是不是有妹妹 不會啦 公主站有妹妹 小燃 結了婚以後整個 因為她整個器官壞掉了 只剩下排尿功能 不是 超棒 超棒 再次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大家再見 謝謝 人物不用再記了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 和砂糖 我們請到很為憾 您把我變現 我們不可以 今天很久 為喜愛 包含 包含